TVB的喜剧往往都具有浓郁的无厘头风格 大帅哥也是如此 具有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特质 在众多大男主聚集中 靠反套路走出一片天 张卫健饰演的男主迪奇 从小兵到大帅 按照正常套路来说 应是小兵期间备受摧残 一心怀有梦想咬牙坚持 搏命拼杀 最终成长为一代枭雄 抱得美人归 然而大帅哥却全然不顾这一套 迪奇从大帅变小兵 只是一句话的事 又是一句话的事 从逃犯变回了大帅 彻底打破了大男主题材剧 成长 历练 修仙打怪的套路 创造了极为突出的喜剧效果和讽刺意味 非诞娱乐时事报道